又是来来来 进来 来来 这里干嘛呀 看看这个地方哪样 这个地方对 这是之前 我朋友呃 在这坐二手车 然后这都是咱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这都是你的地方吗 呃 我是想着把 这一块地方全部 盖起来 然后咱们坐线上不就方便了吗 盖起来 对 你是说公司在这里开吗 对啊 你没开玩笑吧 幼儿 没有开玩笑呀 我跟你开玩笑 我带你过来干什么呀 你知道 建房子 这些要花多少钱吗 钱的事你不用小心 你就看咱们这块地方行不行 这个地方是行 关键是 这是咱们自己的房租也省 什么都省下来了 对不对 关键是你要盖房子的话 这都有点那个 太那个了吧 第一他这个不是说 一天两天 能做好的 那咱们就一个月 两个月 就一个月 两个月 因为 这不是 不是说那么简单 你还要办这个证 那个证啊 这下的全是事 那这就需要 需要到你了吗 你 那你之前 你看怎么起来的 现在不就照样 不是 你 咱们就从这出发 从那出发是行 你的想法也对 就是说 在这里最起码是自己的地方 不用交房租什么的 关键是 你说你这个想法太大了 嗯 你确定想 咱们开始整 我就 跟我朋友说 把这些车都挪走 这个地方给咱用 咱们从明天就开始 把什么东西都规划好 直接起来 哈哈哈 你然后你说的那个证什么东西的 你自己 找 不是 你的 你再看看这个门 怎么弄 你的做事风格还是这么 那个 对 不是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确定想在这里做是吧 对 这个地方是行 但是你要说是 要是咱们在建房子干嘛的话 那都有点 太那个了 啊 一个月 两个月 现在建房子也很快 要不这样吧 又是 嗯 这个事情呢 我 回去我 规划一下 想一下是吧 咱们没必要 就是在这里住 也没必要先建房子 也没必要建房子什么 可以 那你就先按你的思路去想一下 咱们两个再沟通一下 看看 这个地方咱用还是不用 然后咱怎么建 怎么弄 行 那这样吧 你就是说我今天回去了 然后我规划一下 行 可以啊 那你就想想 行 这个地方是行 那 这我就交给你了啊 行行行 小伙子 我明天给你个惊喜 明天给我个惊喜 对 什么惊喜啊 这个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你明天过来找我 行行行 那咱们先走吧 好 那就咱们先这样说 我把门关上 行行行 谢谢 谢谢 谢谢